母女兩手牽手過馬路 一輛黑色轎車轉彎 完全沒有煞車 直接撞上 三歲女童傷重不治 這次發生在台南5月8號 當時于爸爸得知老婆重傷 以及小孩車禍身亡的消息 悲痛萬分 在20號環路一名大遊行 前夕新北市中和一輛公車 沒注意到斑馬線的行人 直接撞上 男子送一號傷重不治 事件發生後 于爸爸也在臉書發聲 表示從5月8號到今天 又奪走多少條人命 身為受害者家屬的我 完全可以體會他們的痛 並希望大家可以參與遊行 行人入選是一個 武功無受打破愛佩的議題 我想賴清德副總統 侯友宜市長 柯文哲市長 郭台銘斗市長 你們身為未來可能的總統人選 應該也要為這個議題發聲 因為你們真的不知道 後來一個發生事故的 有可能是自己辛苦 比最親的家人 最好的朋友 環路一名大遊行 賴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郭台銘 都將上台致詞 卻了解賴清德一直很有意願參與 並預計親自跟隊伍走一段遊行 在遊行期間 台北市警察局宣布上午8點到晚前10點 凱刀和遊行沿線實施交管措施 提醒用路人注意